好来关心天气了 近日滞留封面的影响带来丰沛的水气 那么这周封面将逐渐远离 雨室范围强度都会减缓 那么周一到周四 东半部会有偶震雨来发生 那么周五开始呢 短午廉价的周末 高压势力增强 气温转为闷热 仍要留意午后的雷震雨 台湾近日受滞留封面侵袭 带来丰沛水气 但部分地区也传出积水淹水灾情 7日全台仍有降雨 不过范围强度缓减 周一至周四 风面逐渐远离 高压势力逐渐增强 东半部仍有震雨发生几率 7号、8号、9号、10号、11、12、13 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类似的天气 就是早上可能天气蛮不错的 下午可能就在山区或是在某些地方 产生对流 然后就会有一些天黑 然后就会产生震雨或是雷震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整周的温度曲线来看 基本上这一周的温度相当的高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可以到达31度、30度的左右 然后就是中午如果云还没有发展起来 太阳直射的时候 你在中午的时候 还是会感觉热的情形 所以这个礼拜 就是下午 还是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对流 然后会有雷雨或是震雨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要注意的就是两件事 注意午后的雷震雨 然后中午如果没有太阳 没有雨的时候 没有云的时候 中午温度会高 所以如果在户外工作的时候 要记得防晒跟补充水分 中午开始 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 台湾附近转为偏南风或东南风 中午廉价水气减少 气温闷热 东半部将由小范围短暂降雨 民众人要留意高温 防晒补充水分 以及自身防疫措施 接着长帮雁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